各位朋友大家好,湖北肺炎的疫情是來勢兇猛 即使從官方公佈的數據來看 確診的病例和死亡的人數都是在乘幾何級數的增加 現在湖北已經全省封鎖了,市和市之間、縣和縣之間 甚至是鄉村和鄉村之間的這個道路都已經被封鎖了 有一則視頻講的是湖北一個鄉村的高音喇叭 他播放內容是說禁止村民互相串門 一旦發現有人串門就要通知公安機關來抓人 也就是說現在湖北的家庭和家庭之間都已經互相隔離了 整個湖北已經全面隔離了 這種狀況還有可能擴展到全國其他的地區 因為很多人在這個疫情爆發了之後就逃離了湖北 已經遷移到全國各個地方 那病毒也就會隨著這些人擴散到全國各地 昨天北京已經禁止了湖北車輛的通行 上海廣州已經出現了很多確證的病例和人員的死亡 估計很快北上廣就會全面封城 從現在各地確定的這些病例來看所有的感染者幾乎都是來自武漢 這就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這種病毒傳染力特別強 所以有這麼多的武漢人被傳染了 而這些武漢人又走到了全國各地 走到全國各地之後不可避免的就會和其他地方的人接觸 不可避免就會把病毒傳染給其他地方的人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種病毒潛伏期很長 所以其他地區被感染到的人現在很少出現症狀 很少出現確診的病例 但是今後這些症狀會逐漸顯現出來 其他地區的這個病毒感染者出現症狀之後 那疫情就會出現第二波的高峰期 隨著各個地方確診病例增多 那麼被封鎖的城市和地區也就會相應的增多 最後就會擴展到全國大部分地區 那麼這個疫情能不能夠迅速的得到控制 通過這種封城的手段得到控制誰都不知道 但是呢,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中國的經濟這次肯定會崩盤了 就拿湖北來說,全面封城之後 各行各業幾乎都已經停止運作了 餐館沒人吃飯,酒店沒人住宿 各種娛樂休閒的場所都沒有人光顧 電影院、遊樂場現在都是空的 而且呢,各種工廠現在都已經停工了 當然春節期間停工,那不要緊,那是正常的 現在關鍵問題是,春節之後這些工廠 會不會像往年一樣重新開工呢?當然不會 只要這個新型冠狀病毒還沒有被徹底的消滅掉 或者說只要防治這種病毒的疫苗 還沒有被大規模的生產出來 只要所有的人沒有被注射這個疫苗 那麼人群就不應當不能夠聚集到一起 工廠就不能夠開工,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能夠恢復 那麼只要這個封城的措施繼續這麼搞下去 那生產和消費就會處在一個停滯的狀態 那麼這種狀態可能還會持續一個月 有可能持續更長的時間 所以說今年湖北的這個經濟肯定是不行了 湖北經濟崩盤,那只是因為湖北的瘟疫 它是先爆發了,湖北的經濟它隨之就會先走一步 而湖北的瘟疫現在已經擴散到全國了 其他地方也會爆發,那全國的經濟也就會步湖北的後塵 可以預見的是武漢肺炎爆發之後 中國經濟會出現幾個嚴重的後果 第一個後果就是股市會跳水 昨天深圳和上海的股市已經大跌了 除了少數和醫藥相關的股票還在上漲以外 90%以上的股票都跌了 只要疫情這麼持續下去,股市就會一路往下走 股市崩盤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麼第二個後果就是財政收入 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大幅度的減少 生產和消費都已經幾乎停滯了 那企業怎麼賺錢呢?企業賺不到錢 政府找誰去收稅呢?財政收入一定會減少 但是政府的開支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 因為在這種特殊的時期 黨政軍和維穩系統都要高速的運作 都要加班加點,所以財政消耗會更大 那這就會導致第三個後果就是政府會加速印鈔票 用印鈔票來彌補財政的不足 而政府印鈔票印得越多 老百姓口袋裡面的錢就越不值錢 大家的財富就會縮水 第四個後果就是物價 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會大幅度的上漲 生產放慢了很多了 但是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是不會放慢的 比如說像食品、通訊、水電、醫療 這些是不會放慢的 那現在湖北很多地方的超市已經被搶購一空了 封城才封了沒幾天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如果是繼續封下去,情況還會更加嚴重 第五個後果是老百姓的收入會大幅度的下降 很多人甚至會失去收入 除了少數的國營企業之外 絕大部分的中國企業他們在沒有開工的時候 那是不會給工人發工資的 那有些家庭可能會有一些存款 但是很多家庭是沒有多少存款的 尤其是一些年輕人,很多都是月光族 一旦沒了收入了,首先就要向父母要錢 那有些父母本身也沒錢,也不富裕 那這些人就只能去向政府要救濟 而這個政府他們的工作效率又很低 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又很差 服務人民的理念可以說根本沒有 那他們有能力有意願為這幾千萬湖北人 為14億中國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嗎? 這要打一個大問號,那怎麼辦呢? 難道大家就這麼等死嗎?當然不行 政府無能,官員黑心,民眾有一個辦法 就是自救,互助自救 所以現在湖北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 已經開始互助自救行動了 自救行動有兩個主要的內容 第一個就是儲存必要的物資,生活必需品 不僅自己要儲存,而且要動員所有的親朋好友 動員所有的街坊鄰居,大家一起來儲存 第二是要進行自我組織 因為物資缺乏的時候,社會治安一般來說就會惡化 一個人的家庭力量非常的小,很難自我保護 但是如果一個社區,一個小區全部都團結起來了 都組織起來了,那就可以互相保護,互相救助 那些比較富裕的人就可以多捐獻一些物資 不是那麼富裕的人,那就可以多參加一些行動 比如說保持社區公共衛生的這種行動 或者說維持社會治安的這種行動 一旦組織起來了,大家就可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這種大災難發生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沒有安全感 所以大家都有抱團的這種需要 這個時候就是進行社區組織的最佳時機 形成了這種社區互助自救的組織之後 老百姓就可以退可以守,進可以攻 所謂退可以守,就是說可以防止那些打砸搶偷的行動、行為 天天有人在社區內部巡邏,社區內人人守望相助 那些小偷、強盜他們就不敢來了 所謂的進可以攻,就是說大家可以去向政府團結起來 向政府要更多的資源,不是說要大家去搶別人的資源 是向政府要資源,你一個人兩個人去向政府部門要資源 他們根本就不會理你 你如果是一千人兩千人一起去要,他們就要考慮一下了 如果是一萬人兩萬人以整個社區或者幾個社區 大家聯繫起來一起去要,那政府就必須要重視 必須要滿足大家的要求 所以組織的越好,組織起來的人越多 大家得到的資源就會越多,大家生存的機會就會越多 中國過去這幾十年盛行的,體制內盛行的是立陶太機制 無財無德的人往往會爬到高位,沒有底線的人 他的權力是最大的,這樣就造成了大量的有能力的人 有品德的人他會潛藏在民間,民間是藏龍臥虎 現在該是這些民間自視人人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亂世出英雄,現在天災人禍不斷 亂世已經到了,英雄應該挺身而出了 那些有後召力的維權人士,還有民營企業家 還有宗教團體的這些領頭人,還有一些有良知的基層的官員 現在是時候大家出來發揮領導才幹了 現在的體制已經失去了民心 老百姓需要有一批有才德的人出來組織大家 中國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出來領導 只有大家各自努力勇於擔當 中國才有可能走出這一場大劫難 在結束今天的視頻之前,我要轉達一位 中國軍醫給大家的一些建議 他說到現在為止各地醫院都還沒有治療 新冠狀病毒的藥品,也沒有疫苗 大家都醫院去,實際上只能增加互相交叉感染的機會 所以最關鍵的是自己要在自己的住所做足防疫措施 他推薦一種可以減少病毒感染的辦法 他說用55%到65%濃度的醫療酒精 如果買不到醫療酒精的話也可以去買一些高濃度的白酒 然後把酒精和白酒裝入噴霧罐中向室內的空氣噴灑 或者是把酒精和白酒加熱讓它揮發到室內空氣當中 這樣就可以延緩病毒的傳播速度 另外他還建議有條件的人可以每天吃一些花旗參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另外他還想提醒大家說一定不要用工業酒精 工業酒精本身它就是有毒的,對人體有害 也不要吃普通的人參或者是說高利參 普通人參高利參那都沒有用 只有花旗參才有抵抗這種病毒的免疫力 希望朋友們把這個信息廣泛的傳播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傳播推廣 我下一期的視頻裡面再和大家繼續探討 謝謝大家,再見!